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 我们看到了就在这两天 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庆祝活动 陆续都开始出现了 那么就在18号 习近平带领一帮子国家领导人 就是所有国家级的领导人 几乎都参加了 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博物馆参观 并且呢 跟大家一起重新宣誓入党 随时准备 为党和人民 牺牲一切 随时准备 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永不叛党 永不叛党 看到这个画面真的觉得 非常具有中国特色 因为任何国家都不会说 你入什么党 是需要不停的 每过一两年都得念一次入党词 生怕忘掉 生怕大家不记得 你是共产党员 你是要为党献身的 习近平就带领这一群人 又重新进行了宣誓 这一次的规模比之前的大得多 之前也是参观什么西百坡 参观这些地方 一大会址 他也会去念入党词 这一次带的人是最多的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政治局常委 还有很多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 可以说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国家级的领导人 我们都知道中共的体制 是一个党国体制 那么党在国之上 是由党来说了算 习近平来决定 谁做什么样的职务 谁拥有什么样的权利 那么他当然自己的权利 就是至高无上的 一个在中国的最典型的独裁者的形象 那么他现在重新在念入党词的时候 我看到这么多人在念 而这些人每个他们的家族身家都是应该没有少于一个亿的 全部都是权贵阶层 都是特权阶层 他们在宣誓为党献身 随时为党和人民献出自己的生命 就感觉非常的可笑 他们当然不会这么做了 他们就是念一念而已 但是对习近平来讲 这一次的意义很重大 不是说这一次的宣誓 而是一百周年 因为共产党走了一百周年 现在已经摇摇欲坠了 已经岌岌可危了 因为他的合法性已经开始逐渐动摇了 过去搞意识形态 中西方对立 完全倒向苏联 所以他有从苏联那里来的合法性 由苏联给他撑腰 后来又投奔了美国 又加入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由经济的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作为它的合法性 而今天这两项都不存在了 人民身为水平的逐渐提高 现在已经遇到了一个瓶颈 已经越来越困难 经济上也是困难重重 改革开放眼看走不下去 受到整个西方的围堵 然后就回到过去的毛泽东时代 这个意识形态完全是走共产主义 走社会主义 现在也不够 这个料不够 因为大家都享受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 可以说享受了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之后 现在回不去过那种粗茶淡饭的苦日子了 因为大家已经失去了那种所谓的共产主义的理想了 现在表面上那些站出来反对美帝的那些人 也都是说说而已 因为他们脱离不了西方的产品 西方的科技 西方的生活方式 所以说这两边都不站 那么怎么办呢 共产党现在已经是在极力的寻找合法性 其实他现在已经找到了 就是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 而但是这种所谓的合法性是很虚的东西 我一直在讲 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虚的 是假的 他的说服力是极为有限的 你就随便问一个中国人 你愿意爱国没问题 那你为什么不抵制美货 美国这么对我们 为什么你还要用美货 你还要给美国贡献资金 最后变成了打向我们的子弹 他们无法解释 他们当然可以说出很多理由来 他们做不到 所以说这种民族主义 这种爱国主义情怀 习近平找到的合法性 实际上是空中楼阁 那么怎么办呢 习近平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重新回到过去那种毛泽东时代的 宣扬我们的制度是最优越的 西方列强一直在想消灭我们 我们必须跟他对干 那么既然对干 既然对方是敌人 那么我们就要兵戎相见了 对吧 所以你就要放弃过去改革开放40周年来的 跟西方的融合 这个要放弃 所以说习近平未来 他如果想站住他的位置 共产党想守住他的天下 他就只有这一个办法 这个办法就是跟西方决裂 跟西方决裂之后 他的改革开放走不下去之后 彻底的断绝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 然后把所有的这些大企业都收回国有 然后怎么办呢 就是要说服大家 就要给大家灌输这种左派的意识形态 也就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就是我们还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的 我们不忘初心 我们当初要干嘛 我们当初是要消灭资本主义 消灭剥削 消灭私有制的 这是写在了共产主义宣言上面 我们不能够忘记 所以说共产党就要实现这个目标 那么这个时候 共产党实际上就重新找到了 它的合法性了 这个合法性就是带领大家 奔向共产主义 消灭私有制 消灭资产阶级 然后跟这些美帝 这些西方列强决一死战 我们要守住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祖国 总之 他只有通过这种方式 才能够守住共产党的天下 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他去再次宣誓 而且带领所有人 这些底下的人可能想的 跟他想的不一样的 那些人当然想的是自己的家族的利益 自己的家族的产业 肯定想的是这些东西 升官发财之类的 但是习近平在宣誓的时候 想的可能跟他们有所不同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意思了 这些人虽然他还宣誓 他们觉得我们还是像过去一样 做做样子而已 而习近平觉得 或者说党中央最高层的那几个人 觉得情况已经不乐观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过这种方式 真的去搞共产主义 真的去实行共产主义的政策 包括反对西方的政策 包括自己内部的 打倒这些资本家的这些政策 是真的要去实施的 所以说很多人以为 他们就是说说而已 不会真的实施 但是实际上从他们角度来讲 他们这么做 就是在酝酿 就是在为未来的政策铺路的 那么未来很多人会看到 真的共产党会朝毛泽东的 时代的方向 毛泽东时代的曾经的政策 会偏移 现在其实已经看到了 正在偏移 所以说未来可能会有很多人 会非常的诧异 非常的惊讶 会觉得什么 我为以为你只是说说而已 不忘初心 你们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原来你们真的要实施这些政策 这个时候他们想反对已经晚了 你一反对的话 那你就是反党 你就是反社会主义 你就是美帝的走狗 汉奸 间谍 所以说没有人敢反对了 那个时候会有很多人 三观被颠覆的 可以想象得到 这100周年 实际上就是一个标志性的 共产党正式的回归到过去 真正的革命的共产党 那个时代 另外我们还看到了一条消息 就是中国的篮球联赛CBA 从下个赛季开始 外援是禁止上场了 就要做一个全华班的 这样的一个政策 当然有人说 这么做可能是因为要为了省钱 因为这些俱乐部比较缺钱 那么同时我也想到 最近回归CBA的这个黎初豪 他要刚回来就要失业了 因为他是外籍上不了场 除非他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 我看看他到底愿不愿意加入 还是他还是想拥有外籍的身份 外籍的身份毕竟能带来一些特权 带来一些好处 但是现在好了 他有外籍身份 连上场都上不了了 那么现在有人说了 那是不是这个政策未来可能要到中超 足球联赛也不能允许外国的足球运动员上场了 其实从篮球这块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如果各行各业都决定说 我们要国产化 不光是机器要国产化 你连打球 踢球都要国产化 只允许本国的球员上场 那么会出现逐渐越来越落后的一个局面 不管是技术方面的落后 制度方面的落后 还是球赛的水平的落后 都会越来越落后 为什么要外援 就是外援水平比较高 可以提升俱乐部的水平 那么现在外援杜绝了的话 我不知道未来是不是还会再重新出现外援 但至少下个赛季是没有的 那么既然如此的话 观看者也会看到一个水平更差的一个比赛 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时间长了之后 就跟很多的企业 被掐断了外国的技术以后 那么他自己的水平当然是越来越差的 你本来能够进口外国的芯片 能够生产比较高端的产品 后面你只能够生产比较差的产品了 而且是越来越差 因为科学技术更新换代是非常快的 你长时间跟这个世界主流的方向背道而驰 你就会像三轮车追骑车 你会越追越远 差距越拉越大 这是为什么邓小平在80年代访问外国的时候 访问日本访问美国的时候 惊讶于他们的先进的技术 看到这些现代化的设备看傻了 因为中国过去这几十年完全隔绝 完全被孤立 不知道这个技术现在已经是日新月异的 已经是发展到这么先进了 所以说觉得中国落后太多 要奋起之追 那么今天历史重演 我们要开始重新的回到闭关锁国 回到跟西方对立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了 那么自然而然 过去毛泽东时代的 在全世界的形象也好 地位也好 以及穷困落后 愚昧 也都会重新回到中国 这期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